回到最後一節新聞 內地股市今天出現過山車場面 因為光大證券錯誤買盤引發 令上海股市兩分鐘內急升超過半成 一度創下四年多以來最大的單日勝負 上海股市在上午11時左右擺脫悶局急升 中國證券網統計 71隻股票短時間內升停板 包括在本港有H股的工行、農行、中石油和中石化等等 上證綜合指數兩分鐘內抽升半成 有散戶在網上留言說不相信突如其來的幸福 結果原來是烏龍盤 市況之後打回原形倒跌收市 全日成交啞教上日多四成半 今次被形容為詭異的聲視 迅速令到謠言四起 又全中央要出手托市 即將有重大的利好消息公布 也有報導說國家開發銀行批出巨額貸款 推動城鎮化去刺激經濟 部分股民就跟風入市 而做空的投資者損失慘重 我個人來說趕緊出手 再趕緊盯進大房看看後面像是怎樣 拉起來我趕緊賣一些 我覺得這種好像不可持續的突然的 太突然了 不過很快就傳出 是光大正勸有錯誤交易 光大的董事會秘書一度否認 但最後發公告就承認 是套利系統出現問題 內地21世紀網印瑞消息說 今次落錯盤涉及資金有230億人民幣 最終成交72億 涉及150多隻股票 也有報導說 是交易員為一隻交易所買賣基金落盤時 將3千萬股錯寫為3千萬手 上交所表明 全日達成的交易要如常清算交收 由基金經理相信 事件對後市不會再有大影響 上交所及上海證監局已介入調查 光大管理層回應內地傳媒時說 公司正在核查交易 董事會會討論投資者關注的賠償問題 港股有沒有受到牽連? 有的 恆志都跟隨上海股市大上大落 由早段跌200多點就掉頭回升 升幅都有過百點 不過收市仍要倒跌21點 報22517點 錯盤事件在香港亦發生過 前年9月8號 藍籌股中仁壽在港股臨收市前 突然出現超過20億個買盤 涉及資金大約400億 之後證實證券行新潤基金融 將原本買入200萬股指令 錯誤輸入為20多億股 最終有8000多萬股成交 涉及15億 我們再看期指夜市方面 8月份收市報22502點 升14點 成交有2500多張 看美股方面 道指最新跌4點報15107點 好